北京时间7月24号 巴黎奥运会将会正式开赛 尽管说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没有举行 但是每次在开幕式开始之前 其实有一部分奥运会的比赛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只不过从开幕式开始之后 将会每天都有金牌产生 在开幕式之前的比赛是不会有金牌产生的 通常安排在开幕式之前的比赛都是男族和女族的比赛 所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开幕式之前的比赛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关注的焦点了 我们的男族历史上只有两次打进过奥运会 有一次还是以东道主的身份进去的 这次我们没有进去 而我们的女族也在伦敦奥运会之后 第一次没有能够拿到奥运会决赛圈的入场圈 所以说在开幕式之前的这些比赛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如果你不喜欢足球 可能真的提不起什么兴趣 在今天晚上亮相的足球队 都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21点 同时间开球的这两支球队 在国际足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 甚至可以说是就眼下这个阶段 国际足坛最热的两支球队 分别是C组的西班牙 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 另外就是B组阿根廷和摩洛哥队的焦点大战 同时ABC第四个小组的其他比赛也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点 明天凌晨的1点以及明天凌晨的3点钟 每个时间段都会有两场比赛 那么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将会在法国当地时间的24号 全部都打完 足球比赛相对是比较冗长的 所以说这个比赛也会放在前面进行 而在这第一天所有的男足第一轮小组赛打完之后 16支女子足球队将会在第二天 法国当地时间的25号正式亮相 那么男足比赛和女足比赛都是16支球队参加 分成四个小组 每组四支球队前两名晋级八强 八强战开始进行单轮淘汰赛 赢球晋级输球回家 然后直至决出最终的一二三名的成绩 不过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在足球世界当中 可以说是极其不受重视的 本身它有非常严格的年龄限制 每支球队只允许有三名超龄球员 剩下的所有球员都是23岁级以下级的球员 而即便是这些年轻球员 像西班牙像阿根廷 包括东道珠法国这样的世界顶级足球强国 也不会把自己最优秀的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球员给派过来 你比如说像西班牙 他就有非常多的23岁以下的适合参加奥运会的顶级球星 像佩德里 亚马尔 巴尔德 威廉斯 那这些球员都已经在各个俱乐部当中打上主力了 而现在又是各支俱乐部进行新赛季开始之前 热身的关键时刻 他们自然而然不会来参加奥运会的比赛的 所以说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其含金量 其价值还是比较的低的 不过这毕竟是奥运会的节目战 大家都非常想看看这届奥运会的比赛 究竟精不精彩 值不值得关注 所以说这开头的两道开胃菜一定要打好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把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 两支最热的足球队放在这个收场比赛的原因 尽管说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能力是非常一般的 放在国内的童年龄段里边也不属于佼佼者 甚至可能他们任何一个学员在未来都进不了国家队 但是借助西班牙和阿根廷这两个足球流量的IP 我相信这两场比赛依然会受到大家的关注